现在整点盒子肉回来 它整个盘子肉回来吃 这个肉好肥哦 拿个模糊装起 加入白酒 稍微多点 一斤肉二两盐 来点香叶八角 超软 花椒最后来点 肉瓦好了 让它腌个两天 哎呀这个肉好香了 把它捂到半天 来先把它洗碎我们 先要脏水把它洗一刀 这个盘子肉好吃 就是有点费时间狗 把人家的猪油拿弄盘子肉 哎呀 我们先把猪油烧化 炸这个肉 随便要弄干了 低温下 小火慢慢的炸 要炸两三个就要吃 煮炭子肉关键的不 我要小油温鸡 让它煮出炭子 那个皮子才不硬 炭子炸了两个就要吃 差不多了哟 来给你们看一下 炸了个炭子 再把它装起 给了酒小火煮 加干红花椒 让它香些 把肉搭起来 装到炭子里面 炭子肉最后不封炭 拿冷油封炭 把剩下的猪油要起来 干出重庆菜 炭子肉都做好了 你们喜欢吃炭子肉的 可以按我的方法 就做点炭子肉 喝起 哎呀炭子肉 放了七天 我们把蒸头来吃 来看下 把油泡了 这个炭子肉拿起碎 一块开水洗 一块蒸 炒炭子肉 来来生菜 干花椒拿进去 切好的肉段一些 加入姜蒜 这个炭子肉本来都有盐味了 不要去盐味了 加入大葱还有洋葱 来点点鸡酒 先哈 来点点啤酒 炭子肉都好了 来给你们尝哈 这个炭子肉好不好吃 还有一个神师说的 他说这个肉来 哄羊牛肉饭 买得很 三块 好弱呀 这个皮质还香 好吃吗 可以吃饭吗 这个就是